- 滚开,别碰我,寒冬的手被甩脱开,他不仅皱眉看向面前这个摇摇晃晃的女人。 这是他的新婚妻子夏梦,练习途中发神经一般的喝了许多酒,此时走路都已经成了问题。 见人,看他醉酒后,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德行,寒冬选不住从心里骂了一句。 骂归骂,见他摔倒在地,寒冬还是急不敢上前把人扶了起来。 夏梦这回还有些基本的神志,震动着,含糊不清的骂道, 寒,寒冬,你离我远点,我最瞧不起你这种为了钱没有底线的人才几个钱啊,就愿意当上门女婿。 要,要不是我发逼我,我都懒得多看你一眼你麻痹的,都喝醉了还不忘连碎老子几句。 寒冬羞怒焦急,同时又因双手触碰到了,他滑不溜手的肌肤而心思晃动。 夏梦不重,估计一百斤也不到,身子软软的,抱在怀里柔弱无骨。 尤其是闻到夏梦的体香,深入骨髓一般,到寒冬呼吸都加重了些。 他同意做下家商门女婿,除了还人情宅之外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他被夏梦给迷住了。 说起自己的这个老婆,可是东娘是极为出名的大美女,追求着多不胜数。 白富美这三个字用在夏梦身上都显得太过普通,她有一张修长的美腿,五官玲珑如最完美的雕刻。 尤其是雪白的肌肤,不用任何化妆品都能光彩照人。 关键是才有钱,每天开着一辆红色宝马阿尔巴上下班,要颜至极,能娶到这种女人,似乎是荣幸。 其实不然,寒冬跟他领证结婚之后,连他手指都没碰到过。 不是不想,而是每当他先圆一马享入飞飞的时候,夏梦都表现得像是一只赵毛的母老虎,轻则侮辱他辣哥马享是天鹅肉,重则直接动手打人。 再加上寒冬厦门女婿的身份,在他面前递了布置一头,就只好一人再忍,心想着,总有得偿所愿的一天。 寒冬,你说你干嘛同意跟我结婚,你明知道我喜欢别人这时候,夏梦又含糊说着最话。 寒冬心里不是滋味,谁他妈知道你喜欢别人,要说知道,也是今天刚知道的。 夏梦在席间好像是看到了一个西装革履,衣冠禽兽般的男人,然后就发疯似的开始灌酒。 郁闷着,怀里轻微的呼吸声响了起来,夏梦睡着了。 寒冬吐的口气,温住打开车门,把人栽进了后座上,望酒店赶。 到了房间,他将夏梦放在床上后,已经被折腾出了一身汗。 刚准备离开,回头尖眼睛便有些异色。 猴结微动,嗓子干涩。 原因是夏梦今天穿的是一套蓝色长裙,现在不知道什么时间从白皙平滑的肩头脱落了。 那种白,在灯下接近透明。 胸口随着呼吸微微起伏,让人看得快要爆炸。 海东不算什么正人君子,却也不喜欢趁人之威。 暗中掐了一下自己大腿,这新的剧痛让他人稍清醒了一些。 正准备回自己房间休息,夏梦手突兀至极拉住了想要离开的哈东,不要走。 韩东已,被他良心发现了,心里温柔还没升起来,就听夏梦里语道,玉萍,别离开我玉萍。 邱玉萍,最近刚刚上了东阳卫视财经频道抓绑的那个年轻企业家,也是夏梦酒席上看到的那个男性。 挺优秀的人,即便是站在男人的角度去看,对方风度翩翩,事业有成,是极少有女人可以抗拒其魅力的内心。 可是,夏梦现在是自己老婆。 韩东感觉头顶蒙上了绿油油的草原。 她压住心里来回冲撞的怒火,深夜略带一场,我不走,我不走。 夏梦不知道哪来的力气,眼泪速速下坠,起身抱住了寒冬,或者说,抱住了她幻想中的邱玉萍。 我爸疼我,我去求她,她肯定会同意咱们在一起,我跟人结婚根本就是被逼的。 你放心,我心里始终都只有你一个。 你不想要我吗? 我答应,我什么都答应,嘴上无意识说着,手软的嘴唇在韩东脸上乱啃起来。 韩东进修前路,哭得恶像胆变伤,不喜欢没关系,可他凭什么以夏梦老公的身份,来听他最后诉说,这些对前男友的思念,是可忍如不可忍。 你夏梦既然不能我当回事,我干嘛还要憋屈自己? 后果,如此关头谁还有心思去想,更何况面对的,还是自己合法的妻子。 心思一起,人变疯狂。 韩东击遇了许久的情绪,潮水般涌来,进而决堤。 如在浪中游夜,又如疲乏一天之后,躺在温水之中。 自了玄妙的无以言语,美不胜收。 不知道多久,一切安静了下来。 夏梦期间恢复了一丝神志,却没办法反抗看似只有二十五岁,施则当兵至少七年的韩东。 后来,便也认了韩东人渐渐从那种兴奋到极点的感觉中平复。 看着陷入熟睡的夏梦眼角无意识涌现的泪痕,他呆呆出神。 夺造化的一张完美面孔,一眼清澈见底。 心疼,愧疚,种种情绪涌上,唯独没有后悔,他寒冬做事,从不后悔。 夏梦升起无疑术不痛,无疑术不软,被床头震动的闹灵刺激的样样睁开了眼睛。 头顶是熟悉的吊灯,房间也是住了好几天的酒店房间。 他这次从东阳市过来临安市市出差,本来不想带丈夫韩东,耐不住父亲屡次要求,就妥协了。 记得昨晚是顺便参加住在临安市的表弟婚礼,巧合的碰到许久没见的前男友邱玉婷, 再然后他不是在做梦,尤其是看到落着上升还在熟睡的韩东之后。 触点一般,他还着手臂躲开,手在铲,脸色在变。 他那么爱邱玉婷,都还始终掩防身底线,没有约泪之一步。 如今,却被一个毫无感情基础的男人拿走了第一次,即便这男人是他的丈夫。 乱糟糟的思绪冲击着他,下梦不假思索,全力一脚蹬在了游子熟睡的男人身上。 完了,什么都完了,冤打算好的不让韩东碰自己,等以后找借口离婚后,寻邱玉婷再是前缘。 他知道自己没有跟寒冬上床,肯定会选择体谅他。 但现在,游子在熟睡中的寒冬被吓冒这么突然一下,直接翻下了酒店大床。 摔得不轻,手臂都在木齿地板上给蹭破了。 寒冬被这一脚给拽得睡一拳想,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事情。 他昨晚竟然把平时高高在上的老婆给睡了。 眼角余光注意到了床上隐晦的一朵红霉,寒冬既激动且心虚。 激动的是夏梦还是第一次,夏梦平时做事金盖老道,寒冬压根也没想过他还没有经历男人。 心虚却是,自己这老婆他了解得太深,学过女子格斗,平时能冰冰的性格,报道,强势。 出了这种事,他会怎么对付自己? 哭不上疼痛,寒冬从地上挖了起来,偷瞄了夏梦一眼。 他拉着被子躲在床脚,只露出雪白修长的颈部。 一张俏脸苍白,双眼中密布着让人胆寒的仇恨。 对,对不起了夏梦不达,只是死死盯着寒冬,直到寒冬心里发毛。 女人很可怕,寒冬对此体会很深。 他之所以在如日中天的时候,选择从部队退役,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惹到一个惹不起的女人。 那个,昨天你醉酒,非拉着我不让离开我就是个很普通的男人,谁都忍不住对吧? 寒冬心虚辩解,正想溜走,却听夏梦声也忽然缓和了下来。 你等等,我有话跟你说说什么? 他刚想回头询问,一股极端不妙的感觉骤然袭然,恶然软头,迎面一个玻璃杯,在面前越来越大,带着风声。 砰! 寒冬额头被砸了个正着,眼前一黑,有液体顺着额角往下流。 不知道是残余的水渍,还是鲜血? 夏梦并不打算就此放过寒冬,紧接着猝不及防的一脚朝他当步踢来,王八蛋,我杀了你。 他这一脚风声赫然,伶俐无匹。 夏梦学过很专业的女子搏击,出招动作和知识专业。 寒冬快下凉嗖嗖的,肩不容疤的矮身,他手牢牢卡住了夏梦鲜血的足腕。 来不及感受那种冰原滑溢的触感,夏梦一脚实力下,把手一耳光朝他面部打来。 不得不说,他反应特别的快,寻常普通男子在他面前也不够看。 可惜,他碰到的是寒冬。 身体微微移动,闯进了夏梦攻击圈子,以用力,牢牢将夏梦整个人压在床上。 夏梦剧烈挣扎,像是一个斗士一样,来回扭动。 只双腿,双手全被寒冬牢牢掌扣,拿扰得过男人力道。 轻急下,寒手朝寒冬肩膀咬去。 牙齿,是唯一剩下的武器了。 寒冬双手双脚也忙着前置夏梦,直到他就会是个疯婆子,本能地用头颅比住了他的头颅。 嘴唇巧合的交接,那种如过哈,如蓝花一般的果冻触感,让早晨本就精力旺盛的寒冬重新红了眼睛。 夏梦惊恐下竟是忘了反应,更忘了他牙齿只要重重合上。 就能让寒冬痛哭着知难而退。 他只是感受到了男人的热情,以及那种不可逆的压力。 跟昨夜一些隐晦的感觉隐约的重合,让他一时忘了反抗。 你,你敢呜呜夏梦身份是这呢? 押韵的总裁,平时手里下管理者无数骄傲不逊的退伍兵,这导致他性格强势无比。 但所有的强势,在这一刻,完全升不起来半点。 寒冬映然忘形,手有些发颤的在他肌肤上游走,如同抚摸最上好的仇子。 女人逐渐软下来身体,让他以为夏梦妥协了。 他迫不及待的想,抓住这次机会知道,他跟夏梦紧贴着的面部,触碰到了一丝眼体的冰冷,寒冬才如梦方醒。 像是抱着一条美女蛇,他最快速度的松开了夏梦。 昨晚揭露醉意的情况下,他不太能感受到女人眼泪的威力,现在,只觉得一颗心都晃动起来。 他在干什么? 他寒冬什么时候需要用这种方式,去得到一个女人。 夏梦死死咬着自己牙齿,将已经被寒冬拉下去的肩带重新拉好,声音如同从嗓子中挤出来的一般,你等着坐牢吧,我要告你,我要告辞你。 寒冬心思慢慢平复,结婚后被这女人处处气压鼻移的情绪反悠而上。 告我?夏梦,你还真要脸说这种话?我从进了你们下家的门,也没有一个人尊重过我,就算是家里的一条狗,愿母大人都舍得在她身上每个月花两三万。 我呢,我他妈想回去看看我付钱,都没钱买什么像样的东西。 夏梦朝整道,钱是夏家的,凭什么要让你白用?我妈愿意把钱花在宠物身上,那是她的自由。 你有本事,就先把钱我家的那六十万还上。 寒冬深呼吸,我倒是想还,可。 你们给不给我机会?我从一结婚,就被安排到夏家的正维集团工作,每个月工资看不到,不准我辞职做其他事情。 一心把我绑在夏家,让我处处依靠夏家,好永远抬不起头来。 没错,那六十万救了我父亲的命,又如何?这是长白奸的情分,你少他妈,动不动就在我面前提。 你再给我说一句三话事实。夏梦恼羞成怒,拳头紧握。 寒冬这些话寻常并没有机会说,而金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,还有你,夏梦。 你现在是我的妻子,可跟老子做之前,竟然还能喊着前男友的名字。 更关键的,我足够刚买的衣服扣子,都被你给摆掉了。 你到底是有多饥渴被别人上寒冬,你简直是个流氓。 想到昨晚的事情,夏梦的脸和眼都红了。 寒冬痴笑,我流氓。 我可从来没有求着你父亲来做这个上门女婿,是他主动找到我。 难停压人夏梦,不再能听清楚寒冬说了什么。 他心思全飘到了昨晚的婚宴现场。 邱玉婷,他至少有两年没再见到过这个人,可就在自己几乎能够释怀的时候,他又一次出现。 早干嘛去了。 邱玉婷当初大反有点勇气站出来,跟他一块反抗父亲夏龙江,他也不至于落到跟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人步入婚姻殿堂。 不行,他得见到他,亲口问问为什么? 为什么不声呼响的消失两年? 为什么大学数年的感情,他临走之时连声招呼都不打? 想到,那醉酒前的情形,他迅速的去翻动床头而比手包。 里面静静躺着一张银片,邱玉婷在路过他的时候塞给他的。 邱玉婷不知道他在找什么,却也没心情在这里继续待下去。 刚打开门,门口夏梦的秘书黄玉吓了一大跳,连忙闪开。 韩,韩他平时可以很随意的称呼邱东名字,只会竟然不知道该怎么称呼。 夏梦跟邱玉婷两人,谁也没在公司里说过彼此关系,黄玉也绝对想不到,邱玉婷竟然会是夏总的丈夫。 一个天之娇女,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司保安,怎么可能? 但不可能也是真的,因为来汇报工作的缘故,他在门口待了已经有一会,全听了个明白。 眼看着寒冬离开,他小心翼翼敲了敲房门。 夏梦没让他进去,而是走机别扭的打开门道,什么事? 声音一贯的冷淡,让黄玉如履薄冰。 夏,夏总,恒远集团的张总同意了见面,地点定在了深蓝潮餐厅。 夏梦是一知道,转身又回房关上了吗? 他这次来临安参加表弟的婚礼只是顺路,最主要的目的,就是跟当地的安保企业达成合作。 不过这位集团在东阳市规模并不算大,所以来这里之后,电话打了无数,同意见面的却寥寥无几。 这次恒远安保的董事长张建设,答应亲自见他,挺出乎夏梦预料的。 张建设是什么人? 那可是临安是有头有脸的人物,旗下的恒远集团业务范围除了安保之外,还涉及到了房地产,餐饮,投资等等行业,均发展得不错。 几个人的身价,走的三年前就突破了六十亿人。 这种人,平时对夏梦来说就是高高在上的,想都想不到他会有时间来见自己,而不是随便找个小角色来应付一下。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小说书局,书号,102书名上门关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